典家账房陈振慧在今天出庭跟吴淑珍来大对职 我们看到今天大家瞩目的就是在典案发展到现在 那么今天所谓的父子对职取消 但是吴淑珍跟陈振慧之间 两个人虽然不能够说是情童母女 但是应该来讲住夫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深厚 可是在今天的对职里面却出现了大矛盾 什么样的大矛盾呢 在这当中包括了很多地方并都不起来 不过我们看有很多人关心就是说 数字的生根降 刚说马总统两个月胖了十公斤 还有呢就是景气是不是今年下半年 甚至更早就会回春 也成为大家逐步的焦点 不过我们今天呢 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呢 就是在典案现在对职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而且在这里面刚刚陈振慧讲到的 他说呢 马永泉跟林德旭有用电话的方式来交换意见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对职经过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重点在这儿 为观众朋友来进行说明 在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有做伪证 或者翻供的这个部分 那么吴淑珍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看过国务纪要费的账本 但现在又说有 他说因为他脑子搞不清楚了 那么另外前进点加 为什么没有放在总统府 而放在官邸当中 到底是陈振慧的意思 还是吴淑珍的意思 这里面又瞅到了 说这个吴淑珍家里面的保险箱 好像比总统府的还要大 来看今天对局的情形 他踢我 他踢我 我告诉他 他踢我 他想想踢我 你们不要踢我 他踢我 我告诉他 他踢我 推推几几 拉拉扯扯 甚至企图挥拳向下 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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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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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车 上车 你会低的 蓝绿民众的情绪 如此激动 如此对立 全都是因为这句话 一句加油场外开骂 不过陈正慧脸上 被招牌大墨镜掩盖 看不出一丝一毫情绪 穿着黑色极西洋装 白色罩衫 上楼梯的步伐 小心稳健 这回没有再跌倒 或是掉鞋子 两点半的停 陈正慧两点二十就到了 刻意提早 还比对职的另一方 吴淑珍早了五分钟 会担心吗 夫人跟陈正慧对职会担心吗 举起右手食指挥了挥 嘴型似乎在说 不怕当庭对职 吴淑珍穿着蓝色毛衣 粉色长裤 还戴上一条花脸巾 吴淑珍力求镇定进入法庭 不过在来法院的路途当中 不时见到他双手交握 神情紧绷 二十年的亲信陈正慧 要与他当庭对职 紧张情绪 怎么藏都藏不住 中间讯和蔡东逊 郭小琪 台北综合报道 还有前线